当地时间27号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发布消息称 美国海岸警卫队一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进入了黑海水域 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称 这艘巡逻舰将与北约盟友和地区伙伴一起执行相关任务 俄国防部回应称 罗斯黑海舰队已进入黑海 对美国汉密尔顿级巡逻舰进行监视 27号 俄黑海舰队也公布消息 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已经离开萨瓦斯托布尔港 计划和其他舰船 武装直升机开展实弹演习 同一天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一谷说 俄罗斯在境内调动部队不接受外界的任何职责 俄方将继续坚定捍卫本国边境安全 美国和北约的行动正导致地区军事风险升高 作为对北约威胁性军事活动的回应 俄罗斯采取了相应措施 对西部和南部军区部队进行了突击战备检查 俄外长拉夫罗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俄美关系仍在继续下滑 根源在于美方 因为拜登政府仍在延续前两届美国政府的对俄政策 我们美国尸犯在身上说 他们发布丁程讲关系和美国 丝大利益就说 到结束于这个议计计会 很多事可以明显示 但是结束于这个议计港会 的新型 некоторые申于声明 当然你认识 我们认为了答应 不过马上 而几个回报 我们在来评论 我们的结束会 我们在结束 我们看到美国这次将汉密尔顿级巡逻舰派入黑海 到俄罗斯家门口炫耀武力 而俄罗斯方面也是不甘示弱 大规模的调动军事部署强势回应 那么俄美关系未来将走向何方 我们再来听一听军事专家杜文龙的解读 汉密尔顿级巡逻舰是美国海岸警备队的作战舰艇 这次进入黑海开创了美国进入黑海的新模式 第二海军进入 如果第二海军能够在黑海进行各种所谓的巡逻活动 说明门槛在大幅度降低 如果毫无门槛的第二海军在黑海和其他国家进行各种联合演练 标志着今后美国将会有两支海军作战部队 同时在黑海显示出自己的军事存在 对俄罗斯克里米亚威胁也会进一步增加 所以俄罗斯要高度关注这种新态势的出现 俄罗斯方向一向是以不变应万变 通过密集部署海上空中水下各种打击能力 去遏制美国的各种军事存在 所以第二海军和第一海军 无论以什么方式进入到黑海 俄罗斯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这种特征 用自己特色的方式给予百分之百的汇集 在直播 livre 底 fearless i 过来在 Ros活接town 和兵彩冬 开中旋 对吧